大家早 So our president's a big body and then some reverences and our devotees and friends Good morning 專員是一年一度的 这个观音弹 今天的这个观音弹主要是 这个观音成道纪念日 这个佛弹 那么是 也是專員师的每年一度的 每年有三次的观音弹的这个法会 那么观音弹也实际上呢 在中国尤其在大乘佛教里面 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大乘佛教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菩萨 那么这个除了大家可能熟能详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代表了这个大慈大悲 我们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这个慈跟悲的理念 当然除了这个慈悲的理念呢 就是对于菩萨的修行来讲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大慈大悲的这个理念 我也大概讲一下英文 所以, first of all, welcome to join this Guan Yin ceremony Avoloky Desvara as the Sanskrit name for the Guan Yi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 Mahayana Buddhism. I think firstly because it's also as a symbolic kind of body of the great compassion and great love and kindness. And in the joint monastery usually we have three similar types of ceremony for the Avoloky Desvara for Guan Yin菩萨. 除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在一个修行里面 是一个精神的代表,表示了大慈大悲之外 那么观世音菩萨也显映了大慈大悲的一种在例行上 我们意思就是说在行动上面 那就是我们有这个说法就是 就是千处祈求千处怎么讲 是千处祈求千处印吧 就是回印 那简单讲就是 当我们在任何的这个祈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都是随着我们的所这个祈求 来给我们这个回印 简单讲就是给我们这个该求的 该得到的他都会给我们一个回应 这当然也是一种慈跟悲的一种表现 一种表现,一种回应 也认为上一个国家也认为 再也认为有一个傳媒的一种感官的 被她的那么心 也认为现象 也认为是大悲的一种 还有 59%的那种 在返萨的佛事 我们会答应什么我们要求。 那是其实一个原因,特别在印度中, 尤其在中国,我认为, 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很像是靠近的,可能是在中文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很多大臣的经典里面, 观世音菩萨不只是因为有大臣大悲的身体, 或者是说代表大臣大悲的一种化身。 那么他也说过, 那么他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季节, 简单讲任何的清点, 不管是好的清点,坏的清点, 该清除的事,或者是所有善事, 他都会化现出来。 所以等下我们念了普门品的时候, 有说就是牵出化身, 简单讲就是他就会化任何的身, 成就任何的这个清点。 但我觉得这个里面, 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之外, 当然我们在佛教很多这种故事里面, 说到在我们任何清点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都会化身显现出来。 那么另外还有,除了这个意义, 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也可以理解为说, 实际上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 当他都在能在你每时每刻你需要的时候, 或者是不管是好的事情, 或者坏的事情, 或者是成功的事情, 都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如果你都能视他为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我觉得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最主要的一个, 要谈的最主要的一个修行的内容, 就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像菩萨一样, 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And the other thing I think is quite important, like what we're going to recite, the Buddhist text as well, is the, if we can recognize, if we can recognize everyone, whenever you need, when anybody just beside you, support you, like the Avalokiteshvara, because it is said that Avalokiteshvara will transform his body in any types, he can be like a children, he can be like an old age sage, he can be like somebody who are like a teacher, or he can be like anybody just beside you when you need them. So whenever we have any ceremony, whenever we have any kind of celebration, or even any kind of event in your life, that if you can regard everyone, just like the Avalokiteshvara, perhaps you can even read it in a further way, that means everyone with the great compassion, and with the great loving kindness, that will suffuse, or it will suffuse your life to be rich in the great big world, as the world of all love, and the world of all great compassion. That's why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important things, 比如说都是一个大智慧者 那么在佛陀要讲法的时候 有时候要在适应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都会提出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来问这个释迦牟尼佛 这个佛教的教义 比如说像任言经 也有谈到观世音菩萨里面 也提到很多一些 请这个佛解说一些修行的法门 所以观世音菩萨不只是对一般的众生 它有这个特殊的意义 那么不但是在我们每时每刻 都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么事实上观世音菩萨 也为了我们问了很多重要的 跟佛问了很多重要的话 对我们的修行上有很大的特别意义 那and then the last thing I'd like to say actually even in Mahana Buddhism 阿佛陀佛陀佛来观世音菩萨 遗养不只是有种会议 在法律的教会, 法律的教会和法律的教会, 法律的教会, 法律的教会和法律的教会。 所以,在这些论者中, 为了很多的教会, 法律的教会, 法律的教会, 法律的教会。 但是, 他也认为了一个知识的体系, 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为了提问。 好的,最后我就剩下的时间, 我愿这个观音档, 愿大家思想, 心想事成上, 我中文太差劲, 好久没有讲。 心想事成, 还有这个, 万事如意。 在最后, 我祝大家祝福的祝福, 阿布洛克德斯瓦拉, 您有一个美丽的生命, 非常意义的生命。 谢谢。